世界棒球经典赛下个月就要开打 中华队被分到A组要先到韩国打育赛 在小组赛的四队中取得前二名的成绩才能够晋级复赛 在小组赛之前中华队会先到澳洲一地训练12天 回台后会先看古巴队有两场热身赛 总教练郭太元表示 目前中华队士气很好也对选手表现有信心 希望选手能在一地训练中把状态调整好 而身为这次中华队队长的大师兄林智盛 曾在2015年有机会转占韩职 成为第一位闯进韩职的台湾选手 最后因为高额转队费没有结果 这次小组赛在韩国打 林智盛说要打给韩国人看 我想这是去澳洲当然有比赛 我想一直练习也不是因为会故障滑味 我想这个还在调整的那个当中 我想应该是不会在于输赢的成绩 当然是要让选手好好去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回来 这次去韩国呢 因为其实之前在转队的时候也有谣传说 有韩职的有导臨的 来不及啦 我是说就是这次又要去韩国比赛 就去打给他们看嘛 看他们是眼睛有没有瞎掉之类的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